全国人大公布香港国家安全法草案 在北京国务院副总理 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共政治局常委韩正 接见港澳政协委员 有政协引述韩正说 香港有人以揽炒危害一国两制 定立国家安全法是不能再拖 谢轻易报道 港澳政协早在政协礼堂 举行一个半钟的联组会议 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主持 副总理韩正在会上提到 为香港定立国家安全法是无得再拖 在一国两制的原则是一定会坚持下去的 執行的范围其实是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层面 就是立了四个范围六年 希望我们委员能够在各方面 将这个立法的紧逼性必要性去解释给自民听 主要都是为什麽需要立这个法 以及为什麽在这个时候 其实是有一个迫切性在那里 大家看到过去一年香港社会 其实是相对充满了暴力、揽炒 立了这个法之后 全国政协副主席、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副主任张晓明 和中联办主任骆惠宁都有出席会面 除了港国安法 会上有五个港区委员就疫情、大湾区发展等事项发言 港澳政协也都讨论了政府工作报告 和审议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有线电视记者谢兴儿报道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分别发表声明 支持香港国家安全法 说绝大多数守法市民的权利和自由 不会受到影响 最后谢兴儿报道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在北京拉起横压 表示对国安法的支持 在国家安全遭受严重威胁 相关法律缺失的情况下 由中央出手解决香港 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突出问题 是势在必行 对我们绝大部分的守法市民的权利 和你们享有的自由 是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的 是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也都发声明 只回归以来 居民享有前所未有的权利和自由 包括游行示威和言论自由等 但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是由中央授权 中央政府始终享有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 只有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行为 才更能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基本权利自由 又说草案有充分法理依据 在特区难以自行完成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的情况下 全国人大由国家层面建立健全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机制 构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屏障 是行使中央权责 对基本法实施行使监督权 声明又提到 草案没有取代或者废除基本法第23条 特区政府有责任加快推动23条立法 有线电视记者谢卿宜报道